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我們在學習慶 唯都小慶祝兜 唯都不來見方 大家學業見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學業見 身體健康心安眠 身體健康心安眠 大家學業見 最受感受好順心 大家學業見 我讓你哪改造年 我讓你哪改造年 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今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歡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師父 文言禪師開始 風水妙法就是生活 時時刻刻它都存在的 將風水跟易經的妙法 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一定會讓我們發覺風水跟人 跟社會跟國家有絕大的關係 風水學與易經 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這就是科學它也是理性 也是將易經風水融入眾生平安心靈 提升的大妙法 今天非常高興接受我們訪問的 三位講師 我們現在就來做介紹 首先要來介紹的就是 爐洲道場的講師 袁彭講師 袁彭講師 你好 阿彌陀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爐洲的袁彭 我上課是在大凡市 服務的是在爐洲道場 謝謝各位 好 接著我們要來介紹 也是爐洲道場的講師 袁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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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三姓大德 大家好 我是袁彭 來自爐洲道場 位於新北市 如果各位三姓大德有空 可以到爐洲道場 來參佛禮拜 王禪老祖 賜佑 家庭平安 身體健康 在此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好 接著要來介紹 就是宜蘭道場的講師 袁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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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信眾大德 大家好 我是來自宜蘭道場 袁彭講師 宜蘭道場 位於礁溪龍潭 地理風水 十分美好 希望善信大德 可以到宜蘭道場 參佛禮拜 王禪老祖 祈求 事業平安 阿彌陀佛 是啊 說到我們各個道場 各個法師 還有各位的講師 其實都在我們老祖師尊的威德批印之下 道場的磁場都是非常的好 儘管很多的道場或者是教室 它並不是風光明媚的地方 可是當你一進到了道場或教室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哇 怎麼樣 這麼樣的殊勝 感覺非常的好 不過也因為遇到了我們 就是玉京大學初級班的 招生的熱潮 所以現在三位講師可能都有開課 我們先來請一下圓芸講師 您開課是什麼時候 各位 大家好 目前我在盧洲道場 有開設一班盧洲初級十九班 但是今年已經結業 順利進階到正氣班27屆 明年的盧洲初級21班 會在明年的三月份開課 到時再請各位三星大德有機緣的話 一起來共襄盛舉 學習王蟬老祖上聖妙法 是 我們今天也非常高興 盧洲道場派來的兩位講師都是非常的棒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我們李文鵬講師 聽說你最近是在尋找你開課的地方 來來 請跟大家談一下 好 各位 大家好 因為盧洲道場是不大地方 所以盧洲道場已經客滿了 客滿 沒有時段可以用 所以變成說我就要到外面去找一個地方 是 那我以前在信義七班有開一個課 在信義區裡面 那因為那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 不是很適合 所以現在就是要往南港內湖這個地方去找 那也是 所以如果說你有個地方可以讓我用 那我就可以來這邊跟大家結緣 來做一個課程的說明 大家可以來學習王蟬老祖的妙法 是 是 是 非常好 就是廣結善緣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這一位就是宜蘭道場的講師 因為宜蘭真的在山中 那就是我們宜蘭道場 真的是好山好水 緣魚講師 來談談你什麼時候要招生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在開課的前夕 10月8日開課的前夕 能夠坐在這個地方 希望有言的信眾大德 能夠來接法 師父告訴緣魚 家庭級道場 家庭級道場 從你這個地方做起 我說好 所以希望閒事同修進來學易經 讓我們大家唯心聖教大家 像一家人的天下一家親 10月8日在四節教室宜蘭縣五節香四節村 中心路三段282號 希望有言的信眾能夠來接法 讓自己學易經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阿彌陀佛 是的 以其說來上課 不如說來接法 因為易經風水的廟法廣傳 已經救度了非常多的眾生 不過我們常常講 在我們生活當中 學過易經風水的人都知道 在我們房子的中間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太極 也就是家裡的核心 可是這個我們知道 就是除了家裡之外 辦公室或者是工廠也都是如此 所以辦公室的位置 如果是你要來找好的一個位置 我們就說它是很有能量的 叫做利極的一個地方 所以利極就是一定要有乾坤 也就是陰陽要調和的地方 所以我們知道陰陽調和的地方 就是貴人最多的 所以在辦公室我們想很多人 就是說辦公桌主人的辦公位置 它其實就是我們原神的地方 也是等於同神位一樣 所以桌位順 做起事情來就順 尤其就是主管的位置 我們到底要注意哪些事項 我們請我們的袁彭講師 來跟大家開始 好 謝謝各位 那個主管 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是一個最主要的位置 那主管的桌子 有很多說法 但是師傅有開示了一本 《鬼谷子心法在台灣》 這本我們簡稱叫小洋仔 那這本書裡面有辦公桌篇 有21條 是 這個是主管最好的 不要犯的這個錯誤 或是最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依照 因為我的工作是在證券公司 那我往來就是銀行 那我常常去觀察銀行 他們的主管的位置 就是經理的位置 常常都不對 是 所以 講到主管的位置 最主要的 他們常常跟我講說 他們都不會賺錢 我說不會賺錢 想辦法賺錢 因為 桌子最好就是什麼 溺水 主管的桌子最好就是溺水 溺水 水就是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是 那水就是採 因為有水來溺水的話 那採就來 這比較容易做 是 如果說你順水 那就比較辛苦 是 那那個位置旁邊 應該要到寧靜 就是說旁邊 後面不應該是廁所 旁邊不應該是廁所 這這個是應該要注意到 或者說有其他的 不要樓梯什麼 這個是不要在桌子的 四周圍 但是會 動產比較 比較好一點 是 我之前有在 在新店 金美 有看了一個銀行 是 就是因為 它的位置就 坐著順水流 是 順水流 然後它又在樓梯的上面 所以他跟我講說 我一整年 都沒有業績 我說 一整年沒有業績 你說 他說 我大概應該要退休了 是 我說不要退休了 你還有機會 然後 我就跟他說 你坐到對面去好了 是 對面去 因為它外面的路 剛好是一條斜坡的路 是 是 是 所以它就坐到對面以後 就有一點溺水 所以溺水來以後 它的第二年改好了以後 從過年一直到年底 整年都非常的忙碌 是 超忙碌 所以我說 那這樣子就對了 當然 有其他缺點 其他缺點 這個 小不言語 就可以 把它這個 好的部分 至少你要把不好的部分 改掉以後 你好的部分就選出來了 是 選出來 那就 我會比較好用 因為 它的位置來講 銀行 我看了一個習慣 就是說 銀行的主管 因為為了光線 通風的問題 他都會在靠窗的地方 是 靠窗的地方往往樓下就是什麼 就是走道 這點也是 銀行的主管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是 因為 廠長他們覺得說 這個地方很好 很亮 空氣好 光線好 光線好 但是 有時候就是 除了這兩個好以外 其他都不好 是 因為有一家銀行 就是我 有一次去我說 你怎麼坐在這個 走道上面 你應該換位置 不行 我這個位置 總共是給我的 我不能改 不能改 那怎麼辦 他就出來跟我再談 他說 你看這個 我們這個辦公室哪個位置最好 我說 裡面那個最好 結果 他說 有錢 裡面那個位置 坐在那個位置 常常要升官 坐在這邊 他都不會升官 我說 好吧 那你看到我改吧 就改改看 說不定你就升官了 是 結果他也沒有改 沒有改 所以沒有改 他一直就在那邊 這個半吊子就是放著 對 做久了以後 人家說不然你換去哪裡 你換去哪裡 是 所以非常的辛苦 是 是 所以應該主管 這個注意一下這個位置以後 大概就可以比較順一點 是 是 所以我們提到這個所謂的這個位置的問題 尤其是主管 董事長 而是 你是一個業務的帶動者 在你自己的座位 是要非常有所選擇的 我們說水是財 剛剛我們講師他提到的 真的在你溺水的時候 你是收財 當你順水的時候順水流 是真的很好財 但是呢 您一定想說 什麼叫做溺水 什麼叫做順水 所以 還是歡迎你來接法 你就知道 這個風水的妙法 其實是非常管用的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一個辦公桌呢 其實很多人講究 我現在呢 成立一個很大的一個辦公室 我必須要一個非常好的 材質的辦公桌 而且呢 不但要貴重 就是說看起來呢 材質好 個人的品位非常的好 而且呢 還要氣派一點 豪華一點 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是 當自己有屬於一個自己 一個辦公位置的時候 你考慮到的材質 還有呢 他這個氣派跟不氣派的這個感覺 但是呢 這會引起我們每個人的一個貪念 而這個貪念呢 引起我們呢 做起事情呢 就是不誤實際 應該想說 我到底要坐在哪個地方呢 才是如法的風水 讓我真的可以得到財 所以我們知道呢 辦公桌 其實跟書桌一樣 有很多 很多人都不曉得 剛好坐在這個屋樑 這個屋樑的下面 坐在下面呢 功課不順 還有呢 業務不順 到底呢 它會帶來什麼樣更多的麻煩呢 我們請我們的原應講師 來跟大家開始 好 大家好 講到辦公桌或者是書桌 有壓樑這個情形 其實在我們一般的社會裡面 常看到 尤其是現在的辦公室寸土寸金 是 那所以說很多裝潢裡面 並沒有去考量 是 甚至現在很多設計師 他們的考量方向呢 是以大氣美觀 是的 但是沒有把風水這樣的一個概念放進去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一些 設計上非常的漂亮 但是不見得是如法 那我個人呢 我自己的人生經驗裡面呢 在年輕的時候也是有上班 那公司也是好幾百個人的大辦公室 那座位就如同剛剛講師所講的 都是公司來派對 那有一次呢 我的辦公桌就剛好被派在一個量柱下面 那量柱下面最大的困難點就是 我們都知道 壓樑不好 老一輩人都有這樣提醒我們 可是在年輕的時候 我並不曉得壓樑有什麼不好 所以公司配什麼給我 我們就做什麼 那最大的問題點就是 我自從坐那個座位之後呢 我開始天天頭痛 是 止痛藥呢 一顆 兩顆 三顆 再慢慢加 加到最後覺得不行了 覺得好像自己有狀況了 是 所以呢就到醫院去檢查 去檢查呢 醫院都 醫生都說 沒有啊 你很健康 很年輕 他說沒事 可是就是天天不舒服 那怎麼辦呢 也不知道原因 那時候因為還沒進中門 沒有學習 是 一直到怎麼樣 公司有一天搬單位了 就從另外一區搬到另外一區之後 我的桌子上方就沒有梁柱了 是 我的頭痛居然就好了 不要而喻了 不要而喻了就好了 就覺得很奇怪 直到我進到中門來學習的時候 原來當初我的辦公桌上方就是有個很大的梁柱 造成我當下產生一個很不舒服的身體健康 是 健康的情形 所以在這裡要跟各位三性大德講 我們有時候身體不舒服 不見得是我們自己身體上產生問題 當然看醫生是一定要 是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你的擺設 或是說風水格局裡面 產生了不好的煞氣 來造成我們身體當下的不平安 是 那再來就是書桌 書桌也是一樣 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書桌 因為那是他讀書的地方 沒錯 那現在有很多學校必須要住宿 那住宿到了學校的宿舍裡面 你就不見得有辦法挑你自己想要的格局 那我非常的感恩老祖給我很多開啟智慧的方式 我有兩個小孩在讀大學的時候分配了宿舍 就分配到不是很理想的 那其中一個女兒是她的書桌前面的上方 就剛好也是一個梁桌 是 那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那是學校宿舍 你不能換 也不能改 那就只好讓他壓著啦 那四年當中這個小孩子就產生一個很大的現象 就是他在高中其實功課都還算不錯 是 那但是大學的時候就常常就是這樣子擺盪 那每天就跟我講說他睡不飽 那每天就跟我講說頭暈 那時候我已經進中門了 我也知道說這個大概就是梁桌的問題 可是我們沒辦法改 是的 也沒辦法改 後來我後來想到師父有開示 他說真的沒有辦法改的時候要減輕這樣的緩衝現象怎麼辦 是可以怎樣貼我們中門的金剛法印 是 金剛法印或者是你用一個十元大小的一個紅紫 我們把它剪出一個十元大小的紅紫 然後我們貼在梁柱的下方 就是梁柱在上面我們再把它貼著 然後祈求老祖師尊 諸佛菩薩 慈悲加持 讓他在這個地方的殺氣能夠減緩 讓他讀書能夠順利 也還好也有這樣子做法之後 那小孩子也順利畢業 對 形狀就改觀了 對 形狀就改觀了 所以我們老祖師尊他有很多的妙法 法無定法 在我們宇宙虛空當中 傳了這些的妙法有八萬四千種的法門 也就是表示說我們人有八萬四千種的煩惱 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提外話也就是說床也不要壓涼 壓得涼小孩子睡起來 真的做夢多夜夢多 而且睡得是頭痛 頭昏昏鬧頓 可是如果說提到這個辦公桌 我們要講這個桌位 它是非常安心 而且是心安的一個地方 如果我這樣來比喻 大家一定會知道 譬如說很多人都有去咖啡廳 喝咖啡的習慣 這個咖啡廳的桌子 它就是滴滴的 人跟它坐起來 差不多快要平行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休閒 如果你是咖啡桌是滴滴的 那你桌子低 人坐起來 剛剛差不多的時候 你辦公的時候 就等於是在喝咖啡一樣 做事就是做不了什麼大生意了 而且心煩心亂 會越來越沒有智慧 是為了要安心 也是心安的一個地方 桌位我們到底應該要注意 什麼樣的風水的法則呢 我們請我們的圓芸 講師來跟大家開始 各位先生 善心大德 阿彌陀佛 關於辦公桌 我們坐的時候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們坐的時候 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辦公桌不要低於肚臍以下 還有你背部要有靠 是 後面不要有樓梯 後面要有靠 不要有樓梯 也不要有廁所 是 我曾經有一個案例 我們辦公 我們辦公室同仁 我說你背部會不會痛 他說會 你怎麼知道 剛好那個辦公桌的那個 我們辦公桌不是有鐵櫃嗎 鐵櫃剛好設在它的背部 是 他說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挪開 把它挪開 然後我們主管的辦公桌 他說因為他距離背後比較遠 是 比較遠 然後比較遠的話就沒有靠 還有曾經有一個先前那個主管 之前我們租的地方 他坐的後面剛好有一個門 是 我就跟他講說 主管你不要坐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你沒有靠 然後會犯小人 你也會坐不穩 他說我不信風水 他說我不信風水 我說好 我已經盡到告知的責任 是的 結果大概是他上位到50歲的時候 公司就請他提前退休 所以還有那個廁所 你假設後面廁所的話 我會讓我們產生小人沒有智慧 還有曾經有一個案例 雖然我們人怕那個辦公桌位置不適當 但是神也是會怕 是 曾經我碰到一個就是 花蓮那個祥德寺有一個寺廟 到宜蘭去開那個道場 他就叫我過去看一下 我說你那個後面背後 雖然是辦公桌 但是神位後面也是有樓梯在走動 我說他會坐不住 結果也沒多久的時候 那個寺廟關起來 也是收起來 所以神跟人一樣 都要如法的辦公桌 神位也是一樣 辦公桌 如法的辦公桌 辦公桌假設你做得不如法的話 我們的人心不安 為什麼會心不安 因為磁場引力的問題 你磁場亂掉 你就智慧 智慧 智慧產生不出來 就會做錯誤的階段 是 所以辦公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讓我們心安 跟床位一樣 是讓我們心安安心的一個位置跟方向 沒錯 很多人如果說自己的辦公桌 你一坐下來你就會很安心 而且你覺得你的思緒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表示說你的辦公桌的磁場是非常好 如果你每次到辦公桌一坐下來 心好亂很煩的時候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風水的問題 陳如剛剛我們袁彭講師 他剛剛有提到了這個 我們的《鬼骨子心法》在台灣 這一本我們已經發行的 不曉得再次印版有多少了 不要看它裡面是很簡單 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生活上要注意一些 而且師傅曾經開始我們桌子的高度 最好就是兩尺七或者是兩尺八 不要太高 可是如果你的身高很高的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大概在兩尺九左右 這樣是最如法的 千萬要記得 因為辦公桌是我們安神定神的一個地方 也是我們打拼業務 幫我們整理很多事情的一個地方 大家不要忘記了 但是我們知道一家工廠的老闆 或者是職務館 都是代表公司 也都是一個公司的領航的人員 是你在帶頭的 但是這個地位也是相當的要以問眾為主 所以有些人的辦公桌 一坐下來 他的位置喜歡這樣搖搖晃晃的 其實這表示這個人可能很輕浮的 你要掌控工資的整個重要的業務 就必須注意到我們是不是做得很穩 那擺設這個辦公桌的這個位置的設備 跟配備 主要就是主管跟同人的方向 這也是一個擺設的要領 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請我們的圓鵬講師 來跟大家分享 開始 好 各位好 因為一個主管或者一個老闆 他的位置是相當重要 我曾經看過就是 老闆的位置跟員工是顛倒的 就員工做這樣 老闆做這樣 是 是 那這樣子 當然不錯 這些員工很盡力 可是到某一個情況 說不定他就會出現問題 是 因為就是有一個老闆 他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我這個案子本來都是十那九問的 我每一年都這樣做 是 做到有一年很關鍵的時候 這個要打一個樣品 結果大家去競標 他竟然沒有提供樣品 他說也傻眼 他不曉得為什麼這樣 所以當年一個五千萬的案子 就 飛了 那後來 我去看了他辦公室以後 我就跟他說 你跟員工不一樣 因為他的辦公桌 的那個辦公室 他有三面都是玻璃 只有一面牆 我說那你 既然不能夠同向 不然你至少你要靠牆 把他轉過來 就比較 不是反背 就比較像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做上去以後 這個 他原來失去的那個五千萬的案子 是 就跑回來 是 跑回來是因為 對方並沒有把事情做好 所以跑回來 跑回來以後呢 五千萬另外再加一個小禮物三千萬 也跑回來 是 我說 一下子八千萬 他說 奇怪怎麼這樣 以前 他的位置做這樣的時候 案子都要拼很久 跟人家拼很久 所以 他覺得 早知道就 找我們來看 我說 也不是早知道 永遠就到這邊 那你這樣排了 那以後要有機會 你要轉成跟員工一致 所以 方向一致就是什麼 他的 心情 心境 都是 同心 同心 同意的 同心 所以 跟員工做 有些人是做相對的 是 相對的 這個通常 跟員工都會 吵架 做口角 那就是想說 老闆要監視員工一下 對啊 這比較有問題 那前幾年 我們在觀看這個銀行 他們有個習慣 他們所謂要 服務客戶 所以銀行經理 都坐到門口去了 是 那也不對 你坐到門口 員工都在後面 這是很大的機會 員工在後面就會怎麼樣 就會 你就會在後面講小話 做小事 就會 會 會瞞著你 做很多的 比較對公司不利的事情 所以 所有的員工一致 那 這樣子大家同心 事情才會做得圓滿 所以 在擺設上面 最重要的 就是跟員工要一致 是 那至於說 這個桌子裡面 這個辦公室裡面 桌子 還是要講究龍虎邊嘛 那龍邊呢 就讓它動 所以你有印表機啊 有什麼電話啦 電燈啊 都把它盡量放左邊 那右邊呢 你就盡量不要動的東西 譬如櫃子啊什麼 就可以放右邊 那如果 如果 你一定要擺個 這個 水 這個 水缸啦 要擺 不要看魚啊什麼 有 水竹箱 好 水竹箱 如果你知道 白虎邊 你盡量不要動 是 就不要打氣 不要打氣 可是魚會有啊 對啊 魚會死掉 那你就不要養魚嘛 你就擺水草就好了嘛 那這樣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 那如果在龍邊就讓它動 因為 有一次我去一家銀行 就碰到這個問題 他把一個水池在虎邊 就打空氣嘛 一直打 其實一直打呢 這個魚是大很高興啊 可是喔 它的麻煩就很多啊 我說 你換過去 農邊好了 沒有位置啊 沒有位置啊 沒有位置就算了 那就不用換 所以 在很多的東西 我們在講 這個 青龍白虎 朱學玄武 其實在很多的環境 辦公桌 都一樣用得到 是 這些都要注意 這樣子的話 你辦公桌要對的話 你跟員工也處得很好 是 這個 當老闆也當得很愉快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想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 所以如果說 在懂風水的 像我們 維新聖教的這些法師講師呢 他特別好意地告知 但是 你也可以不相信 但是呢 你必須要花很大的代價 再回來 就像剛剛我們元彭講師 提到的那個例子 8千萬就沒了 官方賬號已經正式成立 歡迎 所以其實我們人呢 您可以不相信風水 但是呢 其實你已經生活在風水當中了 每個人都是如此嘛 有一次呢 有一位朋友他就說 聽說呢 那在新北市呢 十三行的地方呢 有一家咖啡廳 隔調非常的好 他說改天呢 我開車帶你去喝咖啡 我去的時候 隔調真的非常的好 從裡面看過去呢 外面真的有這個水啊 這個水牆真的很漂亮 我一看糟糕 雖然很好沒有錯 可是這個水牆啊 它剛好是在它的右邊 而且是個很高的地方呢 從裡面看進去呢 我已經無心欣賞風水了 我心裡已經在想說 這位老闆 因為我第一次來 也不方便告知 但是我在幫他再算日子 果然再次去的時候呢 換人又換人 結果最後就收起來了 所以呢 我們知道這個風水學啊 各位要知道一點 因為它畢竟是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 但是呢 有些人辦公室喜歡很優雅 當然對我們辦公的人來講 是有加分的 可是如果說在你坐的前方 也就是你的朱雀方呢 外面的風情真的是很美的時候 對我們辦公室呢 可能你也要特別的注意了 因為辦公廳呢 雖然有設計是田園之美 但是如果有一個沖澀進來的 有尖角或者是有 射進來的這些的 我們所謂的壁刀煞的時候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禁忌喔 為什麼呢 我們請我們的圓雲講師呢 來跟大家分享 開始 好 各位大德好 師傅開示過 他說一家公司的辦公場所 主要就是老闆跟員工 新連性在一起 共同創作怎麼樣 事業的地方 是 所以老闆跟員工能夠同心一得啊 這個公司的營運自然就可以很好 所以呢 師傅開示我們 在辦公場所的設計裡面 不用裝潢的太豪華 主要是以怎麼樣 莊嚴大氣為主 那動線呢 也要怎麼樣順暢 不要前面有阻隔 或是彎彎曲曲的 這個都不是很理想 再來呢 剛剛如同圓彭講師所講的 辦公室的一些重要的動態物 比如說影印機 或是一些大型的動態物 我們盡量是擺在龍邊 那虎邊盡量就是讓它安靜 這樣是會比較理想的 那我們也看過很多人呢 在設立辦公場所 或是營業場所的時候 很容易在他們的前面 比如說門口前 或做一些造景 是 那我曾經呢 就去 就是去勘察一家藝品店 它是專門在賣所有的藝術品的 那為了要展示他們藝品店的規模 所以他把它很多東西呢 都往門口的方向擺 那往門口方向擺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藝品店裡面有很多東西 其實在風水學裡面 並非那麼的如法 那我當時一到的時候 他的辦公場所是設在一棟大樓裡面 那剛好那大樓的整個電梯過來的壁道呢 就剛好在他大門口上面 是 所以這一個我一看 哇 有一個壁道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再進去往裡面看 結果他站在門口裡面 他擺了兩顆大的球 直徑差這麼大的球擺在門口 那我想說 哇 師父開師過 這個叫珍珠Cycle 那我想好吧 那繼續看 這個時候我都還沒有跟他談 那一進去呢 一進去門口 我們就看到他擺了兩尊 就是藝術品的門筍 是 一個拿大刀 一個拿錶 我想 這個很好 繼續往裡面走 裡面走呢 他就掛了很多 因為藝品店就掛了很多山水畫 這山水畫裡面就產生很大的問題了 因為有的山他就 有一 他在大門口上 他擺了一座那個山型 山畫得很漂亮的一個山水 就是一座山 結果呢在山的對面 就是門口的對象 往外門口出來 他擺了一幅水墨畫 水是噴勃啊 非常大的水 然後往門口沖 這個時候我就沒有再往裡面走了 因為覺得到這邊 一路都是不如法 一路已經是不如法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我只問了老闆一句話 因為老闆出來的時候 我一看 他有一些現象 我就問老闆說 你是不是常常覺得心口很悶 他說對 你怎麼知道 然後他就從他的辦公桌 拿了一瓶藥酒出來給我看 我說喔 他說這就是你喔 喜望的 喔好 很好很好 那我就跟他講 我又往前看 他的辦公桌 他的主人辦公桌前面 也是員工的辦公桌 那員工的辦公桌 做法就是這樣 是面對面 所以面對面這一排辦公桌 就剛好衝著他主人桌的這個正前方 所以我發現他的整個胸部是往內凹的 就是內線 我想說一般男孩子很少會有這樣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他說老闆如果你今天願意 今天請來請我來 願意聽我講一兩句話的話 我依照老主師尊以及師父所開示的 我希望可以的話 門口的兩顆大球先移開 因為他說為什麼 那兩顆球不是可以實來運轉嗎 我說實來運轉也要轉的對啦 轉的不對其實也不好 我說你是不是常常在跟客戶講話當中 常常就是沒有辦法很好的表達你的想法 他說對 我常常要介紹我的藝品 總是介紹到最後 就不知道講到哪裡去 是 那我就說可以的話 把那兩顆移走 你可能會比較順一點 再來門前有兩尊 那個門神一個拿大刀一個拿著毛 我說藝術品很好 很有它的價值收藏 但是像這樣的藝術品 我們不適合放在門口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把它收到的倉庫 有需要客戶來的時候 我們再請他進來看 因為畢竟在門口就大動干戈 也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後來我也有跟他講說 再來就是員工的辦公桌 這種牌法雖然很節省空間 但是卻是員工跟老闆之間 沒有辦法新核心 我說可以的話 員工是要幫我們怎麼樣 就是在前面幫我們打拼事業的 那你可以的話 把員工的辦公桌 跟你自己的辦公桌成平行 那我們的辦公桌在後面有靠 那前面員工坐著 那大家一心向前衝 那這樣子可能業績就會慢慢的進步 他覺得很懷疑 然後就跟我講說 這樣子就有效嗎 那我馬上班 哇動作真的很快 七八個員工就把桌子都拍好了 一拍好電話來了 就一通電話來了 我說要訂什麼 他說老師怎麼會是這麼樣的有效 我說不是老師有效 是勞主所傳的妙法有效 是風水的磁場 對已經改變了 是的 所以說其實磁場是很重要的 剛剛提到的我們學習易經風水 我們講究的就是一個平衡 所以你要格調好要平衛好 首先首當其衝的就是風水要好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辦公室能夠清淨整潔 這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如果清淨又整潔的話 就是我們員工老闆頭腦都會很清醒 再來就是說思維也會比較明確 另外做事也會比較順心 尤其是公司裡面的出納或者是會計人員的座位 這是非常重要 到底要怎麼樣的擺設呢 我們請原語講師 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們會計人員的座位如何擺設 對 是 我們的辦公室就像是跟房子一樣 也是一個太極 小太極 那辦公室的會計人員 後面要有靠我們的業務 後面一定要讓他走動 因為業務人員後面有靠的話 他就會平單 那會計人員 你因為我們有一些私障 有一些障要做 所以會計人員他後面他就要安靜 不能有其他在走動 然後我們會計人員所做的最好盡量 因為那個也是小太極 我們青龍方要有靠 是 我曾經有一個案例 那個會計小姐他的旁邊 那個虎邊一直在動 結果生意做不多久他就收起來 是 所以我們辦公室就是一個小太極 盡量業務跟主管跟那個會計人員不要坐在前面 曾經有一個 我一個信眾來看 他說你去看我的辦公室 我說你看公公室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決定嗎 他說OK的 他就做一個T字型 T字型做的時候 我說你可以選擇 因為他進來大門45度 45度 然後主管又是在他的龍邊 所以那個會計小姐也做得如以得水 雖然是公司業績不是很OK 但是也是如以得水 如果是我們辦公室的這個會計呢 當然呢 坐得好的位置呢 如以得水之外呢 也告訴我們才是不露白的 所以會計人員呢通常呢 會在比較有長風聚氣的一個地方 可以坐得非常的穩 但是我們知道呢就是說 主管常常剛剛我們也提到了 就是說要收來水嘛 這個來水就是溺水啦 就是跟我們反方向的這個水 因為水就是財嘛 所以有很多的像風水不如法 你就是公廟或者是寺廟 或者是呢 有一些我們這些比較有神位的地方 他還是一樣啊 會很困難的在執行他的業務呢 是很困難 所以對主管來說呢 你就是要收來水 那急的話就是很急 兇的時候還是真的很兇喔 所以收水神的擺設的方法 我們請我們的袁鵬講師呢 來跟大家開示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個辦公桌收水神 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路過來 它就帶著露氣 就帶著水神 那你的座位跟這條路 你可以成為一個逆向的一個方式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是直衝 那最好是閃一下 最好是45度過來 那一樣收就可以了 或者是平行跟它收也可以 那不要說直衝 直衝 你的位置能夠收到 我們不一樣的來向的水 那就對了 如果你像現在在城市裡面 都是這個高樓大廈嘛 那有很多的巷道 那衝到你的位置 那你就要把桌子移一下 移一下 不要對那個巷 那個巷道衝過來 就可以了 我想 基本上收水神 如果真的沒辦法知道說 怎麼樣才是如法 那很簡單 找維新聖教的法講師 好 幫你看一下 就可以了 或者是來自己參與來上課 因為這個收水神很重要 想到那邊 又用倒閃子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 有些辦公桌 我們看過 有些辦公桌 它真的是奇形怪狀 無奇不有 包括就是佛桌 也有這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所以主管桌就是擺設的位置 如果說不管它前面也好 後面也好 走來走去都是通道 那這個主管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請演員講師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大家好 師傅開示 一家公司跟一個單位的主管 他是領導 這一家公司營運最好的領導者 那如果說主管的座位 或是老闆的座位 他不如法的話 常常會影響這一家公司的營運 那一般我們來講 師傅開示說主管的位置 或是老闆的位置 他旁邊就很重要 譬如說他後面要有靠 那後面靠當然除了不能有廁所 不能有廚房 也不能有樓梯 這樣子會影響到他的健康 也會影響營運 那他在他的虎邊也不能動 因為虎動就會如漆組 冰漆組 那這樣子他沒有辦法帶領這家公司的 同仁一起往前衝 那再來呢 他的前面 前面是一個所謂的門庭 門庭要歡要廣 不要前面就擺著 其他同仁的辦公桌貼著你 就好像你老闆坐著 你就直接對著員工的這樣 後面屁股這樣也不好 那可以的話 可以在前面擺兩個小圓凳 這個就是有左右來護法 會有利 再來呢 我們最好進門處 很多公司行號為了員工的儀表 才會在進門處有鏡子 那這個鏡子就很重要 一定不可以照著主人桌 就跟我們鏡子不照床意思是一樣的 那最重要是還有很多在老闆的 或是主管的座位後面 可能還會有一些出納人員 他們認為財不露白 出納人員要藏在後面 可是出納人員藏在後面呢 雖然出納人員有靠 但老闆本身就沒有了 而且出納人員他是管錢財的 這個時候呢 如果外面後面有出納人員 這樣子對老闆來講 也不理想 因為常常會出內賊 那如果說又把業務人員 擺在主管的後面 那就更糟糕了 老闆自己在前面衝鋒陷陣 但是怎麼樣 那個我們的業務員 你就翹腳連水手 所以這個都是不理想的做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 沒錯 這是風水呢其實是小細節 但是真的要面面俱到 那辦公室辦公廳左右前後呢 不要有相蔥 這到底為什麼呢 你來源於講師 因為我們有相蔥的話會 在心態上會感到不安 會坐不穩 是 所以有相蔥的話 你左邊來衝 我們左邊會就有一些毛病 右邊來衝就有右邊的毛病 是 那前面來衝他就會心臟病 是 後面來衝的話 他就有背部 就背部會背肌等毛病 是 所以我們最好做辦公桌 你去外面 雖然是在十樓有一個案例 他在十樓 十樓那個建築物也是這樣 有那個相蔥 他也是有這個公司經營不上的現象 所以種種的跡象顯示 我們前後左右辦公桌 我們不要有任何沖煞 然後盡量注意左邊 左邊能夠動的會動的東西 無論是電話 各種機器 影印機 你就放在辦公室的左邊 讓左邊越動 我們貴人會越多 是 那右邊越動的話 會導致經營不散 所以十樓開始 大無其外 細無其內 一個辦公桌也是這個樣子 跟大宇宙西宮 都是同樣的道理 是 所以面面的俱到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 我們這三位講師 我想要知道一下 從你們學習到現在 大家利用一點時間 分享一下心得 學習到現在 大家這樣的可以教學了 有什麼樣的感慨 來 圓圓講師 目前我已經學習了十幾年 然後最大的幫助就是 我可以保護自己 然後也可以幫助別人 這是我最大的快樂資源 好 非常好 來 圓圓講師 你好 那個 我學到現在目前大概二十年 是 那我一進來到現在 還是都一樣 就像剛剛圓圓講師講的 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這是我們學習的 還是這個初衷就對了 初衷就對了 來 圓圓講師 感恩有維新聖教這個中門 讓我改變自己 讓我莊嚴自己 是 進而保護自己 然後可以幫助別人 是 非常好 是 大家懂得感恩的心 凡事都是要感恩 當然可以幫助眾生 我們的心靈也是要提升的 所以在這裡非常感恩 三位講師來接受訪問 謝謝你們 祝福你們 同時也感謝收看 《用意利人天》 師父平原禪師開示 大家學一經 身體健康 心安寧 阿彌陀佛